好,刚刚我们看的是多人聊天室 那接下来我要给各位一个概念就是网路爬虫 那这个网路爬虫各位可能从来没听过 有些人 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程式 就是网路爬虫 Clover或者有人叫Spider 就是蜘蛛 那这个爬虫或蜘蛛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各位去想想看哦 你常常用Google 你用Google的时候我们这样打下去 打下去,比如说我找 OK,这样他会搜寻这个词 OK,那如果我打我的名字 OK 他会找所有这个词的网页 那这样就可以找到像我自己的网站 那甚至呢 有时候我们还可以这样 OK,把网站下去做搜寻 就是固定网站下去做搜寻 那这种程式你要想想看 那Google到底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而且很快 0.17秒的时间之内 你就可以搜寻出来你要的网页 给你 显示给你 那这里牵涉到有几个东西 那这里牵涉到有几个东西 那Google的硬碟 那Google的硬碟很大 有多大呢 Google那颗硬碟大概有三个足球场这么大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这Google并不是只是一颗硬碟 Google当然它是一个几万台电脑 连起来的一个系统 OK 以目前为止可能是不止几万台 恐怕有几十万台以上 那这几十万台电脑连起来 也就是所谓的云端 云端数据中心 那那种云端数据中心呢 里面几十万台电脑控制的几十万颗硬碟 那目的就是要做Google的系统服务 那做什么样的服务呢 以搜寻而言 第一个它必须要把全世界 它所找得到的网页 通通都抓回来 而且每隔一阵子就要抓一次 为什么因为网页有时候更新啊 所以它每隔一阵子就要全世界抓一次 所以如果你自己架过站 你曾经观察过 到底谁在存取你的网站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说 Google会常常来存取你的网站 Yahoo也会常常来存取你的网站 病也会常常来存取你的网站 那些搜寻引擎都常常会来存取你的网站 好 那所以呢 当我们想要做一个Google 我们第一步就要先做一个程式 可以把全世界的网页都抓回来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硬碟 所以呢 我们通常没办法像Google这样 这么大规模的去抓全世界的网页 我们往往是 个人用的时候是砍站系统 把一个网站砍回来 到你自己的硬碟 让你离线也可以看 那抓回来之后呢 Google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 它必须要把这些网页呢 用很有效率的方式储存起来 然后呢 对每一个关键字做索引 然后当你打入一个关键字的时候呢 它就去找 找出网页里面有这个关键字的网页 但是速度要很快 找出来 然后把它排序丢给你 好 那以中文呢 以英文而言其实比较容易 比如说我如果要找 Searching 或者是You 或者是Digo 之类的 这些字呢 都是有空格做分格的 所以呢 你要去抓这些字 文章里面要抓这些字很简单 就是因为有空格做分格 所以你很容易就知道 什么叫一个字 但是呢 中文就不一样 中文有个问题 你看哦 成中成的网站首页 这到底算几个词啊 那各位知道 他怎么知道这是一个词 怎么知道这是一个词 成中算不算一个词 中成算不算一个词 单独的一个成算不算一个词 其实都算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这样子 他也是算啊 OK 甚至这样子 他也是算啊 所以到底什么叫做一个中文词 这里会有一个 很不容易定义的地方 事实上都针对搜寻引擎而言 什么叫一个中文词 一个字就算一个词 两个字也算一个词 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今天我输入的是 这样一个词 他怎么去收呢 结果他会怎么断 他会断成这样 成品 然后呢 网路书店 而且还不止 他会加上 平网 路书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成品网路书店 拆成两个字 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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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搜寻 当然如果只有一个字的时候 他就一个字下去搜寻 如果两个字以上 其实他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然后搜寻出来 其实他可能不会全部都搜寻 因为Google是以百分之百精确的 一定要有这个词的方式去搜寻 所以以这个例子而言的话 成品网路书店 那他去搜寻的时候 他会找成品 网路书店 平网 路书 这些全部里面 hit到的数量最少的那个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成品有1万个 网路有10万个 那他会用成品 不会用网路 因为这样子的话 传回来的数量会比较少 他在过滤的时候 可以过滤的比较好 好 那这是后续的 做索引的部分 那这是比较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无关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怎么样把网页通通都抓回来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就有一个程式是 网路爬虫 那这个网路爬虫 我刚刚稍微修改了一下 因为之前没有做错误处理 好 那这个网路爬虫 OK 那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网路爬虫的 的程式之后一个档案 那编译的时候 其实用命令列编译就可以了 那我们首先呢 就建立网路爬虫 然后呢 把一个网址加进去 这个网址就是起始的网址 那以我这边而言 我是4msn 我现在想把msn砍站下来 整个网站砍下来 好 那叫他开始爬 开始爬 爬会做什么事呢 爬就是 他会从这个 这个UILList 就网址串列里面呢 找出 取出第一个 还没被爬过的第一个 然后呢 来爬 然后爬的时候呢 他把 把那个 就是 就是 网页 抓回来 用这个FileToTest 把这个html抓回来 html不就长这个样子吗 我们随便找一个 就把msn抓出来 html不就长这个样子 检视网页原始码 你就看到 哇 很复杂 那你会发现说 里面有一堆 网址 比如说 对 像这个 这个就是网址 有没有 这是网址 那我就把这些网址抓回来 OK 那抓回来之后呢 把这些网址再加入我的网址资料库 然后呢 再去抓这个网址 的内容 然后这个网址内容里面又有一堆超连结 再抓回来 然后就这样一直扩散 我抓一个网页得到十个连结 再从这个十个连结全部抓十个网页回来 然后每一个网页可能又有十个连结 所以就这样子 一传十十传百 那基本上只要你不限制 不限制这个 网 网域的内容的话 基本上你这种方法 几乎可以把全世界的网页通通都抓回来 因为会一直扩散出去 无穷的扩散 好 这样这种方法 只要你网页不重复 你就可以把全世界网址都抓回来 那你就可以把全世界网页都抓回来 那这种就叫做网路爬虫 这样的程式是网路爬虫 因为它就是从一个点开始爬 然后不断的把线就像蜘蛛一样 把线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回来 然后拉到 拉回来之后再 从那个线上面再去结另外一个网 OK 把其他的线也拉进来 那所以这个网路爬虫的作用是这样 那我现在呢 我就做一件事 这个程式呢 目前就是一个clower.cs 那我把它编译 好 现在没有 好 我把它编译 那就多出一个clower.cs 那我必须要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这个 这个程式底下建立一个data资料夹 让我放资料 我预设就是存到data资料夹 好 那我现在先把data资料夹 给各位看 这是刚刚抓的 我现在把它清空 好 data资料夹清空 好 然后呢 我就开始 好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 它一直在 印网址 这些网址是什么 它抓到的网址 它抓一个网页 取得那么多网址 再把那些网址呢 继续拿来抓 好 所以你会看到它现在抓到谁呢 抓到这个第19号网址 第2021号网址 OK 那它每抓一个网址呢 就会拆出更多的网页 然后再继续往下抓更多的网页回来 再拆出更多的网址 好 就这样子拆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结果是怎么样 网页都抓回来 而且一直在 一直在新增 OK 一直在新增 OK 一直在新增 好 那这样子 我们会把全世界的网页都抓回来 只要你硬碟够大 OK 硬碟够大 而且你的网速够快 当然 以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是绝对不可能的 要像Google那种 它才有办法把全世界的 即使是Google 它还不能 不敢说 它有把全世界的网页都抓回来 所以即使你搜寻到的网页 或许只是全世界网页里面的一部分 因为 因为有些网站是不允许搜寻引擎去搜寻的 有些网站需要密码才进得去的 那种Google搜不到 像Facebook的视讯 Google就常常都搜不到 那但是 在对方允许他 而且是用传统的网站的方式 没有锁密码的情况之下 那而且允许他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进来抓 那你可以看到 我故意把这个http两点斜线斜线 改成底线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储存成档案 如果用两点斜线 会没办法变成档案的档名来储存 那我们这边可以随便取一个好了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顶点了打开 那你就会看到 这是那个 Yahoo的那个财经首页 那但是因为 因为那个格式没有放进来 所以他就 格式就没有 但是事实上 他的原始码是一样的 原始码是一样的 好 OK 这是他的原始码 你可以看到 OK我们抓回来的是这个文字档 再随便拿一个 OK这也是另外一页 好那这都是我们抓回来的网页 抓回来的网页 好那这里面显然他有一个ActiveX的 的控制项 那我们没有用那个控制项 所以显示会 不太好 不允许他 OK那这是我们网路爬虫的运作原理 那各位 所以有兴趣可以试试看 就是我我把这一个已经修改完的程式上传好了 因为过去我们学校其实是有设Platty的 后来那个 就是安全管制上面有设Platty 那最近把Platty的方式拿掉了 改成另外一种控管方式 所以程式就会相对修改 OK所以我现在呢就就把这个程式传上去 有兴趣的下载下来编译一下 执行 那你可以换别的网站 不一定是MSN 你可以换别的网站试试看 最好是那一个网页有很多连结出去的 比较好 你可以就可以测试看看你抓的效果如何 那当然如果你换网站 你这边程式要稍微改一下 好